大家好,又回到我们《望向》编辑YouTube频道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真bc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望向》、《正向》、《晒冷气》、点赞分享和订阅 希望我们留下建设性的留言 好了,今节我们就讲讲世界时事多合一 第一则新闻就讲讲一个印度可能有冲突的爆发点 是什么呢? 当然印度的宗教冲突之前也有过很多次 令到很多人离世更加令到一些外资是想撤走的 因为不稳定当然你不想在那里做生意 但是现在 这个新的宗教可能的 爆发点是什么呢? 当然是 在印度北方邦 在印度北方邦的 阿优德亚原来有间印度庙正在建 而且在2024年之前要建 而且 2024年单止建,而且要建完还有用到的 很多人就问 建一间印度庙很正常 印度教徒在印度那么多 但是 这个印度教基本教义派的干事就说 不是的 这次很特别的 我们北方邦阿优德亚正在建一个印度庙 它是建在一个 伊斯兰教清真寺的位置自上的 而且明年 全国性大选之前一定会落胜契用的 即是在伊斯兰教的位置 上面是建的 当然 亦都是对于伊斯兰教徒来说 可能是有 洩读他们的意思的 印度教姓成北方邦 阿优德亚 是 多场印度最严重宗教冲突的源头 一直以来都被称为是一个爆发点 现在这样 在人家清真寺的位置上建一间印度教庙 其实 已经可以看到一件事就是 肯定之后会有人动手 肩胜的印度教徒就相信印度教重要的神 罗摩大概7000年前就在 阿优德亚出生 但是 穆斯林在16世纪 在他的诞生地 起了一座清真寺 但是 之后当然有很多 宗教狂烈分子 好像印度教 的狂烈分子在1992年破坏清真寺 造成2000人离世 是全国性的大动手事件 离世者多数都是穆斯林 与目前执政的印度人民党 关系密切的 一个组织 就是一个极右翼印度教基本教义派的组织 亦是准军事团体 就叫做 民族志工组织 我说挺好听民族志工组织 他们就说 明年1月22日 就是 罗摩神 这个神像的开港 当然这个神像开港肯定有重要意义 这个准军事组织 他们就在 社交媒体上就说 现在就在 亚犹德亚兴建 这个姓 罗摩神殿 印度宪法原版其中一 页当中 描绘的圣像就是这个 并且将 神庙的主殿 为 圣罗摩开港的 一个 安座 是放好它的 整理它 当然其实印度庙很美 大家如果在 各地看到印度庙 当时都金碧辉煌 因为彩色 页绿色很美 最高法院其实19年对印度教徒和穆斯能 争夺 阿犹德亚这个圣地 的 诉讼作出盘决 允许印度教徒在当地兴建印度庙 长期的诉讼 其实十年就宗告 当然称为 印度 抗人的这个目的 其实他不是很抗 有些人说他抗人 其实他都很右下 很民粹 印度总理莫迪 所属的 人民党 其实就是大胜 因为他是 行这个是印度教的民族主义 所以这次在 清真寺的遗址上 建印度庙 其实对于莫迪来说 是可以 增加选票的 当然 亦有人批评莫迪 说他背离了世俗主义立国的精神 要令印度成为印度教国家 他们就认为这项裁定 是 代表着莫迪潮著 这个理念又迈向一步 就是想证价去一 但是未到的说真的 印度就未到这个水平但是 实际上 他们的印度教民族主义 都令到很多其他宗教人士是麻烦的 在亚犹德雅 兴建这个 罗摩 神庙 其实 是莫迪执政的一个重大承诺 而且在2020年他亲自为起庙 是 奠基仪式有出席的 所以他一定要做的 外界普遍认为 明年5月举行的全国性选举 他可能赢得第三任 而且机会好够 所以这个准民兵的印度教组织 就希望 他们的神庙 开刚时可以大肆庆祝 其实也是变相为莫迪拉票 我们说回印度 的宗教冲突很厉害 他们 当然有不同宗教之间的冲突 其实他们在 印度教总成之中都有冲突 好像上世纪80年代 印度就细续化的进程继续 但是总成的冲突和教派冲突 这个时期是不断增加的 总成制度 是一种 被 宗教神圣化的社会等级制度 是建立在自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万节纽基础上 并且很多人就觉得这个是不平等的制度 但是 他们信的人就觉得 不平等是天经地义的政治体系 当然这样是可以为当权者 保护他们的权力 一旦 自然经济解体 在社会流动性增大 他的经济基础就会出现逐步的动摇 而民主 他们行西式民主 而民主政治 制度的建立和细续化教学的扩大 亦都将 这个 保护散和理念上的托架是拆除的 静下的就是最还强的支撑力量 就是只有宗教的传统观念 但是这个在印度是很厉害的 这个传统观念 当然是印度根深蒂固 并且 是难以笑退的 虽然现在他们就说取消了总性制度 但是事实上 在社会上 都是 大家都有共识 都依然是承认的 如果没有其他的因素干扰 他不可避免地 是会继续走下去的 独立以来其实大家的总性观点 好像有走谈过 但是 现在呢 在莫迪执政之下 亦都好似 又翻回来 我们看回 独立以后经过几十年的发展 原先 众多总成 逐步 结合成 三大总成 三大集团 应该这么说 高级 中等种 和低级种 中等种 性集团 的崛起 是独立后 总性结构最突出的变化 在南部印度 非婆罗门势力 甚至在独立前 就已经形成了 独立的政治力量 独立几十年 新的工商业者 和富裕的农民阶层的出现 和发展 更加令到这种力量变大 他的政治代表 就是 北拉维达进步联盟 和 全印第安纳拉维达进步联盟 两者都在 泰米尔纳邦先后执政 但是在北方邦 在北部印度 其实 原本农业总盛中 有一些人经济地位上升 他们亦成了中等总盛的重要组成部份 当然 但是在农村地方 这种总盛的意识 依然是根深蒂固 当然 总盛制度 你说在印度可以很快脱走 当然是不行 其实现在 很多人更加利用总盛是获得选票的 这种 是一个 他们所说的西式民主 这个也是他们的一个悲哀 我觉得 总盛内都有冲突之外 我们更看到的就是宗教上的冲突 上世纪80年代 上半期 其实印度教和伊斯兰教的冲突 是又突显出来的 60年代后 教派冲突加剧的局面 到了70年代上半期 是减弱的 但是自从1978年 又出现了新一轮的冲突 好像刚才我们说的北方邦 比哈尔邦 还有 古吉拉特邦 这个是莫迪曾经执政过的 他做过首席部长的 还有南印度的安德拉邦 最严重那次 就是在1984年 8月到9月 就是在北方的 这个地方 刚才我们说的北方邦就是最劲 所以你还在一个 那么敏感的 地方 建一个印度庙 其实 我觉得 可能会有很大的反噬 北方邦 莫拉达德巴士 曾经爆发过大型的 宗教冲突 很大 离世人数 官方就说400人 很多屋就被BBQ 学校是被迫停货6个星期 政府 使用边防安全部队 和中央后备警卫队才能控制局面 很多宗教的狂业分子 亦有大量的棒棒被搜出来 当然 教派的冲突增加 和经济增加 竞争 是密切相关的 经济发展 将各个阶层 的民众 卷入了市场 令到他们竞争 你知道印度竞争是激烈 人多竞争也要激烈 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内卷 由于资源缺乏 和 容纳力有限 亦由于他们的活动 是 不同宗教大家的活动都不同 亦是之前有些人士 总成高的事实上 从以前开始都已经是有钱了 所以令到 财富发展是不均衡 亦有贫富懸殊现象 这种不平衡 出现在同一宗教内部 就会有 多重的矛盾 但是 当出现于不同宗教 更加可怕 因为他觉得你不是自己人 就向你动手 动手之下 有人会离世 好像1984年的时候 刚才我们说的北方邦 莫拉达巴拉 其实就有巨大的冲突 这是由印度教徒和穆斯林 争夺 同气製造业的优势 地位 引起同业的 争争 当然后来也很难收货 现在更加被政党利用 莫迪就是 好像印度人民党者莫迪的政党 虽然自称是世俗化的 政党 但是他的骨幹成员 其实 很多都是跟 教派主义团体 的成员 一起 活动 并且有些根本是那些成员 他们的纲领和活动 带有浓厚的教派主义色彩 这类的党 就会利用教派主义 去吸引选票 这个也很正常 当然这些都是 为了选票什么都制 其实这个世界很多人就是这样 执政 的政党也好 其实其他的 在野党其实都或多或少有用这些东西 所以我都觉得是非常 衰的 用宗教去搞搞阵那些都是坏人 其实宗教 我觉得多数都是导人向善 但是被人利用 那就很麻烦了 好 这个就是 第一则新闻 第二则新闻 讲下 东南亚资源大国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科技与创新部长郑立康 其实他 昨天宣布 马来西亚正式 禁止稀土原材料出口 只是允许加工过的稀土产品出口 这个很正常 我们之前说过他是学人 因为这样经济上的收益是比较多的 郑立康 他没有说这个规定什么时候生效 今年9月 马来西亚曾经表示过 制定禁止稀土原材料出口的政策 避免资源开采 和流失过渡 其实 马来西亚限制稀土原材料出口计划 就是其他国家 打算 用这些稀土 是远离中国的 即是用非中国的稀土资源 当然 马来西亚的稀土储藏量 其实只有30,000公吨 在全球的稳藏量来说 占比是不大 当然他们说拿马来西亚来压制中国 更加不可能 其实马来西亚和中国关系是挺好的 中国是 最大的稀土产地 储量大概4400万公吨 中国海军 的数据亦显示今年1到7月份 中国从马来西亚进口的稀土 只是佔 总进口量的8% 连10%都没有 其实之前有些西媒就说 中国在全球稀土行业佔 垄断地位 拥有多个全球第一 好像储藏第一 产量第一 销量第一 中国稀土产业在全球竞争当中 优势明显 而西方 稀土夜恋分离 产能是有限的 因为 那些环保法律 其他成本都很高 并且资本 开支 和营运成本都高过中国 2021年的时候 中国拥有稀土技术专利数量 是超过了美国和世界 其他国家的专利数的中央 除了马来西亚 其他亚洲国家亦都宣布类似的限制 好像印尼就是从2020年起 禁止涅礦出口 值此 吸引外资亦到当地开发 涅的野链厂和下游产业 提高涅产业的附加值 马来西亚就是做印尼一样的东西 但他们说什么反中的其实 不关事 完全不关事 印尼当然 其实他们也是 通过这些限制措施获利不少 今年6月印尼还禁止了 旅土矿的出口并且计划进一步限制铜和石的出口 另外一个涅的生产国 菲律宾在1月份亦都对涅 考虑 出口征收关税 就鼓励对他们国家下游产业的 投资 另外缅甸的 黑银邦 亦都是他们国家最大的稀土产地 9月4日以来 他们国家的 扩山 就关闭接受检查 但是 马来西亚亦都说 将允许澳洲稀土巨头 Ninus 继续 进口含有天然放射性物质的原材料 到2026年3月 之后怎样就没人知道 这间公司在马来西亚 建造了价值 超过10亿澳币的稀土提煉厂 亦是世界最大的稀土加工厂之一 但是 因为环保的问题 经常被当地居民批评 当然后来 大家都看到很多示威出来 2008年 澳洲的Ninus公司获得马来西亚 前政府的获批在彭亨州首府 关丹的工业园 建造一个稀土加工厂 2021年这个工厂在一片反对声当中是投入营运的 后来当然 他们很担心这间厂会被马来西亚关销了 因为拜登就叫澳洲 喂 稀土你搞定它 作为西方国家你去保护我们的稀土 这个就是第二则新闻 最后则新闻 就是来自一个度假天堂 就是泰国 当然早前泰国就有一宗商场的大事件 又是离世 令到大家 就是 去泰国的热情是减了不少 泰国又有事发生 泰国五年五到十月 雨季即将进入尾声 进入 罕季的时候 原来 他们最大事的就是空气污染 泰国的官员昨天就说 由于今年空气比较昏畅 凡尘等等污染 比去年更加严重 并且在明年二月到达巅峰 当然泰国 他们的 这些环保官员也说 今年由于空气很干燥 所以 真是没办法空气比较差 目前粉尘的污染主要来自 是汽车因为它很鬼塞车很多车 不过都很正常的大城市 明年二月之后 就是泰北有霧霾 因为空气污染 不会 立即减少 我相信也要做些事 根据泰国卫生部门的统计 从今年年初 3月5日起 其实 到现在 泰国已经有132万人 染上了和空气污染相关的疾病 其中 59万人有 呼吸道疾病 26万人是皮肤病 25万人是眼疾病的 其他还有中风等等等等的东西 他们的部门也说 空气污染的 原因包括 PM2.5 即是怨浮尾粒 是过多 还有是粉尘 还有 在山林的消防事故 还有有些人 是 要 炒烤的那些田 炒烤了那些田 将以前的作物 做到没有了 重新耕作其他东西 但这样对环境的影响也相当大 希望大家保护环境 好 今次节目时间到这里 多谢各位 再见